请问潜舰造出来是为了要收容官兵埋到水里面 或是丢到海里面去埋葬的吗 不是 对啊 棺材跟战车跟潜舰完全不同 潜艇可以跟水沟比吗 对 我觉得很奇怪 对我也不懂 对你是看到南投下面那个圆形的水泥寒管不够 所以你说照潜舰可以做成水泥寒管 然后埋到底下可以让水沟的这个水更通吗 这是两回事 一个是地方建设 一个是国防建设 这是两回事 你拿国防建设来填补地方建设 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资格待在国防委员会 待在国防委员会的人 思思念念都在想一件事 如何强化国防 如何让台湾更安全 如何让中国打消侵略台湾的念头 这是国防委员会必须要做的事 国防委员 你的目的在哪里 你的用心在哪里 如果你觉得这样 你干脆赶到内政嘛 对不对 你何必要在国防呢 你管水沟就是管水沟嘛 管韩管就是管韩管 不要把韩管当成潜舰的这个硬壳 这是两回事啊 你真的拿潜舰的硬壳去当韩管 那才叫神经病 潜舰的硬壳是要在水底下300公尺以上 要自己执行军事任务的 韩管是埋在土底下通水沟的 这两回事好不好 潜舰拿去买韩管买水沟 我说真的够了 南投人醒一醒好不好 这一种人说句实话 没有资格待在国防委员 他应该留在南投 好好推动观光嘛 当个普理真的政长也不错嘛 你要不要保卫自己的国家 这件事情决定了你的 应该要决定你的投票行为 因为它就是关系到立法院的席次 所以这也难怪 好 感谢冠婷 这也难怪说 赖清德最近在服选的行程当中 就是立委的选举决定了 我们自治潜见是一艘 或者是八艘 取决于席次 这个要请教一下于北辰将军 你是专业军人出身 你怎么样看待马文君说 哇 铁棺材 然后国防部长说 这只是一个说法 罚你的头啊 可以这样子 国防部长可以这样 铁棺材 我们先定义棺材的用处是什么 什么叫棺材 它造出来就是为了放大体的 这叫棺材 请问潜见造出来 是为了要收容官兵埋到水里面 或是丢到海里面去埋葬的吗 不是 战车从造出来开始 就是为了让官兵在里面 跟这个所谓的 长绵于这个土地之下吗 不是 棺材跟战车跟潜见 完全不同 我也是装甲兵的 以前 邱部长 你以前是总司令 你当总司令的时候 我是装甲旅长 你是怎么跟我讲的 战车不是铁棺材 战车是钢铁堡垒 战车是反击的力气 可以反空降 反登陆 是陆军最有机动打击力的部队 所以我们叫做钢铁堡垒 怎么搭了部长 变铁棺材 是不是你快要交了 你部长快要交了 你要回铜温城了 是不是 你部长快要交了 你怕回去被铜温城 搏这个排斥嘛 因为我跟大家讲 很奇怪的一件事 很多这些资深老的这些退伍军人 年轻的不会 像我们这种五十几岁 在退伍军人里面算小辈 我们不会 所以原则上 这些退伍军人的活动 我们不参加 可是邱国正算长辈 他大我几岁 他大我至少十几岁 他比吴四海小两岁 应该大我十二到十三岁 他必须要回到 这个退伍军人社团里 你知道吗 如果在退休 离开国防部之前 不表态 你会没饭吃 你会没朋友 你会没活动 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你是在顾虑这点吗 我要跟邱部长讲 邱部长 我们这群人在 我们这群人在 我所提出的言论 所以老的退休的 舔共轻忠的 不喜欢我 我告诉你 支持我的人更多 对啊 支持我的人更多 国家的层次要放在你个人之上 没错 潜艇可以跟水沟比吗 对 我觉得很奇怪 对 我也不懂 对 你是看到南投下面 那个圆形的水泥寒管 不够 所以你说 照潜艇可以做成水泥寒管 然后埋到底下 可以让水沟的这个水更通吗 这是两回事 一个是地方建设 一个是国防建设 这是两回事 你拿国防建设 来填补地方建设 那就表示 你根本没有资格 待在国防委员会 待在国防委员会的人 思思念念都在想一件事 如何强化国防 如何让台湾更安全 如何让中国打消侵略台湾的念头 这是国防委员会 必须要做的事 国防委员 你的目的在哪里 你的用心在哪里 如果你觉得这样 你干脆赶到内政嘛 对不对 对啊 你何必要在国防呢 对啊 你管水沟 你就是管水沟嘛 管韩管就是管韩管 不要把韩管当成 潜艇的这个硬壳 这是两回事啊 对 你真的拿潜艇的硬壳 去当韩管 那才叫神经病耶 潜艇的硬壳 是要在水底下 300公尺以上 要自己执行军事任务的 韩管是埋在土底下通水沟的 这两回事好不好 潜艇拿去埋韩管 埋水沟 我说真的够了 南投人 醒一醒好不好 这一种人 说句实话 没有资格待在国防委员 他应该留在南投 好好推动观光嘛 对 当个普理真的政长 也不错嘛 对 那邱国阵 不要怕回到同温城 我告诉大家 同温城现在 爱护台湾的时代 跟想法早就不一样了 很多人讲说 台湾啊 本来就是跟大陆一起啊 像韩国瑜 主任到桃园也讲啊 两个 他讲个故事 他说两个犹太人 为了战争发生了 这个争辩 就是弟弟呢 跑了 哥哥留下来 保护以色列 最后打完仗之后 弟弟回来帮哥哥收尸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我这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 如果两个人都落跑 以色列人 犹太人 如果他的国家受到外辱 人家来攻击他 消灭他 如果两个弟兄都跑掉 我告诉你 没错 没有人会死 没有人会出人命 我告诉你 可是呢 你连收尸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整个国家被消灭了 你为什么能够 回来帮你哥哥收尸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因为有像你哥哥 这种勇敢的人 捍卫国家的人 才把以色列保护下来了 以色列保护下来 你才有可能回国收尸 如果台湾不希望有那一天 但是大家都鼓吹这种思想 却战怕战 反正苟安 我告诉大家 你跑的时候你就回不来了 你跑了台湾就没了 你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还收尸呢 连你祖宗的坟 都被人家给轰掉 打烂了 你说句实话 哪一个是爱台湾 哪一个是爱国家 哪一个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这个比喻 我昨天听完之后 当场吐血 我告诉你 还好我喝的是桑胜汁 吐的是桑胜汁 如果真的让我气急功性 真的会吐血 国家只有一个 选择永远是跟土地 跟人民 跟我们的国格站在一起 狗安的事 说自己话 留开狗 人不要做这种事 对 小狗都会忠于 煮人啊 狗都不如 没错 我觉得作为一个国防部长 真的应该为这样子的表达 出面道歉 就是你这样子伤了多少 这个你底下军官朋友的心 而且如果你是因为担心说 国防部的预算在立法院呢 会被冻结 会被删除 所以你希望跟立委 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保持良好关系 不代表你必须接受屈辱 附和他们 来践踏自己底下的这些部署 不应该践踏自己底下的部署 再讲一遍 邱国阵你应该要道歉 好了我要请教一下若芳 就是也因为这个马文君 他看起来意思就是 我们根本不要